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終於輪到 我要出車 這台車呢 超級感謝我的學長 提供給我一個超級好的車架 那我們就請他來介紹一下吧 好 哈囉 我是元根 那我自己也有一個YouTube頻道 當然不像哲瑞這麼專業 那裡面就是介紹一些 關於公路車或是登山車 以及越野山項的一些內容 那今天提供哲瑞這台車 主要是因為我今年由Specialize贊助 那對而已經結束合約的關係 但大家都知道 車子如果不配騎是會哭泣的 所以呢 我覺得放在我家也沒什麼意義 那就提供給哲瑞 組成一台可以在路上享受的車 那這台車子目前啊 除了車架以外 也有輪組 哲瑞未來也會配合的輪組品牌 然後有變法 稍微看一下好了 有龍頭把手 變法 然後前變速器和後變速器 所以呢可能還缺了像是大盤啊 飛輪 鏈條 然後當然也需要細心的把它組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中民單車 晚一點呢就會把它組起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趕快去找我同學 然後請他趕快把戰車組給我 我才可以趕快上路跟你們一起約起 好 走關二 GO 就是大盤 鏈條 飛輪這三樣 然後 左邊 左邊 四樣 就沒有了 然後身價就是安裝 那學長你覺得我要升級嗎 升級 跟那個挖地瓜有差嗎 我覺得握把可以 就是變把握起來 對 比較有差 質問的差距最大的是 飛輪跟鏈條的升級 所以這個其實根本 這其實根本沒差是不是 對 那個飛輪鏈條的升級 對踩踏傳動的感覺 效率比較會幫助 比較有感覺 這是我風力踏板 OK 好 就順便給你們裝 好 好 大盤 什麼 那是手鞋 挖地瓜 好 挖地瓜 然後靶帶 坐墊 然後 水壺架 水壺架 我的踏板可以 整起來 裝我自己原本 就大概一個大盤 然後靶帶 坐墊 然後 兩個水壺架 還有線材 然後飛輪 鏈條 這些東西 沒問題 好 那我就等 裝好就可以來 簽我的帥車了 那我們就等簽車見 簽車 OK 我們車已經來這邊 組裝應該已經過了兩天到三天 終於是好天氣沒下雨 那我們就趕快去領我們的車吧 好 YA 我車好了 登 我們這次有 那個換裝的幾個零件 升級了什麼東西啊 這個 升級了一個 挖地瓜的大齒盤 還有前變速器 鍊條跟飛輪 全部都升級成 挖地 因為我原本的車架來 是沒有 這是空的嘛 沒有這一塊 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升級了這邊 還有電條 跟齒輪 對 這樣子的升級的好處就是 在 傳動的力量傳達 會再更提升 所以他其實在影響速度表現上 跟這個就是一級二級沒有什麼太大差 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一級的零件傳動的效率會有最好 OK 然後再來是二級再來三級 所以我原本車上是三級 但是我把比較影響速度這邊變成二級 對 但比較影響速度的部分 我們還是稍微升級一下 不然到時候在爬坡啊 然後在海放 他到時候說 因為你騎105的 所以 所以才會有點落差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個 升級一下才沒有理由可以說 我們那個 裝備不夠好不好 好那我這次還有 就是配了這兩個水無架 因為他原本也是沒有架子 所以就沒有地方可以放 也加了一個椅墊 因為原本的車子也沒有坐墊 所以就不知道要坐哪裡 現在有一個坐墊 那我們 還剩下一點點沒有完工的是 手把袋 對 好那我們就來 常玩手把袋 等一下就可以騎回家了 因為這個殘來講最重要是 我們的一個手的轉 所以必須要那個順手 這樣子才不會說因為手的扭轉 造成他把手袋鬆脫掉 所以我現在的新車 總重量只有7.8多而已 太輕了吧 我們去試騎一下 YA 我要來試騎我的新車了 GO GO 好奇喔 現在可以騎他回家了 好 好 那就感謝這次我的同學 中雲自行車行開內湖 如果記得你們要休聖的話 可以在這邊找他 那我們就回家喔 掰掰 拜拜